为什么我叫大家估一半呢? 主要原因来说就是 我觉得今年油价会涨两次 最近这一次或者之前那一次 就是涨到120元是第一次 是由于一些地缘政治 令到大家对供求担心 造成的第一波升浪 这是第一波 但是下半年来计的话 会有第二波 反过来就不看地缘政治了 就随着环球经济进一步复苏 所有国家可能是重启他们的一些经济 到时是由需求带动的另一波升浪 大家知道下半年从来都是油价的高峰期 夏天我们会做什么? 外国会做什么? 开车到处去 然后冬天取暖用油 所以下半年我觉得会有另一波升浪 如果你要很进取 我经常说最后一集说尽一点 我只是觉得现在油价100元 直播率不多 但是下回90元 可能可以考虑分绝部署了 下半年上回100元 110元的机会是大 所以油价本身可以炒两次的 当然你说不是 我真的觉得 接下来几天油价会急升的 那我又会说一句了 那你买一些最贴价的东西 3175 那这个就是真的买旗油了 买三个月的旗油 那你就不需要考虑 那些个别公司的风险 不需要考虑他们的盈利 总之旗油升 3175就升 这就简单了 但是我们要说明的 近期因为中海有这样抽税 某个程度上 个别日子 3175是跟不着的 但是不要因为个别日子 一些非常大的东西 就是影响了你对一个正常情况下的分析 的框架了